金庸武侠小说里 素来是正邪不两立 每当主角邂逅奇遇 炼成神功之后 他都要击败终极反派 最后才能携手红颜 退出这个纷纷扰扰的江湖世界 对于反派的描写和衬托 文笔极佳的金庸可谓是手道擒来 初读金庸小说的朋友会发现 金庸笔下的反派总会让人意想不到 好比射雕英雄传 我们一直以为杨康 才是射雕时代最大的反派 他为了荣华富贵 卖国求荣不择手段 最后死在了嘉兴的铁枪庙 死后还被一大群乌鸦着实 随着剧情不断的发展 身为武爵之一的西独欧阳峰 逐渐露出了真面目 他为了得到天下第一的宝座 无所不用其极 先是杀害江南七怪 嫁祸黄药师 后来又挟持了黄荣 关在了化身的一处山洞里 同样出读神雕侠侣的时候 我们也误以为李莫愁 才是神雕时代的终极反派 直到金轮法王闪亮登场 身为读者的我们才恍然大悟 而玄冥二老凭借着玄冥神长 在倚天出其为所欲为 读者也将他们当成了终极反派 谁能想得到隐藏极身 伺机而动的陈坤 才是倚天屠龙记的头号反派 他为了个人恩怨 不惜推翻明教 甚至甘愿沦为了蒙古人的鹰犬 试图让中原再一次生灵涂炭 的确纵观全篇倚天屠龙记 无论是谢迅的滥杀无辜 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 还是万安塔事件 都和陈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因是明教教主杨鼎天的夫人 明教袁芳 和混员霹雳手陈坤 是一对十兄妹 二人当年同在诸子柳之子 诸世隐门下学习一阳旨 两情相悦 不料袁芳貌昧如花 被杨鼎天给看中了 他遣人上门提亲 却被袁家拒绝了 因为袁芳之父知道 女儿心有所属 又看不起明教 认为他们行事诡异 义正义邪 不是名门正派 杨鼎天碰了一鼻子灰 心有不甘 竟为袁芳害起了相思病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 光明左使杨肖知道了这件事 他悄悄去了袁家 要为教主办成这件事 杨肖做事不拘于道德理法 他使出种种卑劣的手段 要逼袁家答应这门亲事 杨肖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技智过人 袁家被他逼得没有办法 不得已把袁芳嫁给了杨顶天 袁芳成亲后 对成坤念念不忘 时常引来成坤 在密道中忧惠 因为他知道 密道是杨顶天 练乾坤大挪移的所在 故意要引他走火入魔 袁芳的计谋果然得逞 杨顶天死后 袁芳知道自己 若随成坤离去 他绝不会再恨明教 于是袁芳在杨顶天尸体前自杀 就是要击成坤仇视明教 他知道师兄绝对有能力颠覆明教 后来成坤做下的种种恶事 都是为了报复明教 既然成坤丑恶的嘴脸 逐渐浮出了水面 身为倚天第一高手的张三丰 为何自始至终 都没有击杀成坤的计划呢 首先 张三丰的武当派 乃是名门正派 武当七侠在张三丰的教导下 做的都是一些行侠仗义之事 如若张三丰能击杀成坤 无疑是造福武林 其次 在张三丰百岁寿宴那天 他亲眼目睹爱徒张翠山 自闻死在了武当山 张翠山为何自寻短见 究其原因 也和成坤抹黑明教 误导谢迅有关 最终害的张翠山 因素索走上了不归路 他们唯一的血脉张无忌 也深重玄冥寒毒 九死一生 以张三丰的武功修为 他要击杀成坤 可谓是易如反掌 就算是成坤躲到了汝阳府 藏到少林寺 其实 结合原文来看 张三丰之所以没有击杀成坤 除了剧情需要之外 还和郭湘大有关系 为了追回被尹克西盗走的 冷截精 张三丰在十三四岁的那一年 跟着绝远大师一起追上了华山 张三丰虽然是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 但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他 如何会是尹克西的对手呢 没几个回合下来 张三丰被尹克西揍得血流如注 一旁的杨过看不下去了 传授了张三丰实战性极强的三招 这三招一下子打开了张三丰的武学天地 也助张三丰击败了身为蒙古三杰之一的尹克西 另一边的郭湘 则是掏出怀中的手帕 替张三丰包扎伤口 郭湘秀美豪迈 心地善良 年纪相仿的张三丰 见了不由的情斗初开 谁又能想得到 三年之后 张三丰再一次邂逅了郭湘 二人先后经历了被少林寺追杀 绝远大师袁济的风波 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关系 也变得更加的密切 郭湘甚至还摘了手镯 让张三丰去投靠襄阳城的郭靖 从金庸的自立行间里不难看出 张三丰对郭湘的确是动了真情 否则不会将郭湘送的铁罗汉 贴身携带了近百年之久 而张三丰之所以没有选择击杀陈坤 就是看在郭湘和杨过的面子上 原来在最早的设定之下 陈坤可是有时辰来历的 据连载版倚天托龙记所写的那样 陈坤和杨破天也就是杨顶天 杨夫人同为杨过的门下弟子 可因为杨破天抢了杨夫人当妻子 陈坤一怒之下这才和名叫势不两立 连载版倚天托龙记还写道 陈坤从杨过那里学会了欧阳峰所创的 逆转经脉之法 陈坤学的内功怪异至极 身上穴道常自一味 但只过了一分 他身上血型流动 穴道一味便醒了过来 如此一来 我们就能窥见陈坤和郭湘的隐藏关系了 杨过喊郭靖郭伯伯 郭湘喊杨过大哥哥 而陈坤则是郭湘的失职 除此之外 杨过当年在华山之巅 传授了张三丰三招 张三丰有情有义 自然不会忘却杨过的恩情 而陈坤是杨过的徒弟 即便他罪大恶极 但看在杨过的面子上 张三丰也不敢对陈坤痛下杀手 综上来看 陈坤既是杨过的徒弟 又是郭湘的失职 加上张三丰先锋道骨 又是一位得道的真人 让他潜入敌营击杀陈坤 似乎有识身份